廢話頭條 帶大家來關心 過去大家印象當中 人潮洶洶的夜市 現在到底怎麼了 我們分別從臺灣的南北來看 包含高雄的六河 以及臺北的士林夜市 首先來看到士林夜市 現在竟然出現了 很多鐵門上面貼的是招租的廣告 而且還沒人租了 這是疫情爆發以來 過去仰賴觀光客的士林夜市 出現了 接近是一種蜂巢的 導電蜂巢 士林夜市的商權聯合會 理事長就表示 整個夜市 今年度倒了三百多家碳商 那麼到現在 還有九十幾家店面在招租 那麼尤其過去針對團客 所開的伴手禮店 水果攤 服飾店都歇業了 即使房東現在調降租金 但是業績還是很慘 週末一天做到的金額非常的少 有的人甚至不到兩千塊 但是在這情況之下 還是有一些店家 想要利用低電柱的情況 進駐到裡面 來看看士林夜市的現況 一家又一家店面貼出招租告示 外國遊客進不來 士林夜市也掀起導電潮 像昨天才賣一千五百塊 禮拜六才賣一千五百塊 塞了很多了 現在幾乎超一成半 禮拜天下午四點多 攤商說過去整條街 都已經滿滿人潮 貨車都進不來 但現在卻變得好冷清 有九十幾家店面出租 倒了三百多家攤商 2008年開放入客的時候 營業項目有針對團客 有做一些調整 那些店家之前就撐不下去了 都紛紛退租 士林夜市全盛時期 觀光客是擠得水泄不通 現在榮景不在 尤其賣伴手禮及服飾的 還有水果攤也紛紛歇業 李市長說最嚴重的 就是文林路這一段 過去租金高達二三十萬 現在卻降到不用二十萬元 喂 你那個店要出租嗎 不過也有人想要趁機投資 租金是六萬五 我覺得有點貴 葉小姐看準未來疫情趨緩 準備開店賣美食 但觀光客進來之前 對一些小攤商來說 今年恐怕得度過 相當辛苦的寒冬 還是新聞木下催羅大偉 台北市報導